柯文哲在中南部稍微高 其實沒有差很遠 你看像臺中中張頭三三三七 這也不算什麼了 三七三九有沒有 沒有差很多 但是真正的韓國瑜的本命區 高雄他是二九三八 柯文哲比較高 然後呢在臺北市 那麼北北基的這個柯文哲 本命區四一三二 大概你看他們都差了 大概十個百分之左右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剛剛講農漁工 年輕族群跟高知識分子 過去民進黨的選票 都已經徹底的被柯文哲 北科南韓給整個都瓜分掉 這對民進黨來講 不只是警訊 基本上是已經是病危通知了 那接下來就是看說 柯文哲會不會選 柯文哲會不會投入 那柯文哲如果投入 國民黨是不是還能夠維持 現在的初選狀況 那當然黨主席 昨天有講說 吳主席說全面 什麼可能都不排除 那不排除就表示可以徵招 但王院長有加碼 這是假議題 因為你一旦啟動了初選以後 然後出選到一半以後 然後又去徵招另外一個 沒有參加初選 沒有登記初選領表的人 所以這個未來還有的獎 只是說當柯文哲 他真的投入這個選舉 而以這樣子的一個民調 而且已經是兩份 接下來可能會有第三份 第五份 那國民黨是不是真的 必須考慮派一個 讓二零二零更可以贏的人來選 這就是很嚴峻的問題 那我補最後一句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 也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現在對韓國瑜的支持 除了是一種寒流跟喜好跟Fu之外 其實應該說是泛膽的選民 他們太迫切 想要重新政黨輪替 那因為看媒體也好 看民調也好 就是韓國瑜最強 所以我當然對韓國瑜 就會更加支持 那如果說另外的其他的候選 能夠讓國民黨支持者 確信說我也會贏的話 所以重點不在於說 只有挺韓國瑜 挺韓國瑜是事實 但挺韓國瑜的基礎是在於 因為二零二零國民黨以及支持者們 他們非常希望能夠再度重新執政 所以呢 不希望派那個所謂的二軍 或者是這個勝選率 沒有那麼高的人 他一定要派最高的 那以現在來看的話 韓國瑜確實是唯一的人選